波拉M梦中已经变为现实的技术 这么多年来 波拉梦中有多少发明实现了 随着技术的进度 科技的发展 机器猫中 很多朋友想象力的发明 也确实成为了现实 这里有几个简单的例子 剧情中出现的特殊相机 是现在流行的照片处理工具 波拉 你的相机还真不少 特殊风轮总变也不少 这里说的相机 和那些有各种照片处理功能的相机差不多 大熊为了向朋友们炫耀 波拉梦拿出了这个机器 很厉害 原来大熊假装 骑在小狗身上 经过波拉梦和书照相馆的处理 大熊变成了骑马 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照片处理和修复的意思 可以说 当年剧情中相机的功能和概念 还是很超前的 能够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的虚荣心 随着1989年的梦式 漫画中的相关概念 不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 使用画面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 以前需要在电脑上下载专门的软件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现在手机上的照片 编辑数不胜数 不得不贵不多吧 正在剧情设计上的想象力 事实上 或者在情节中 明天透露出 它对未来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冲击 尤其是对于普通人社交传播诉求的理念 真的让人佩服前瞻性 为什么现在各种图像处理文件都很流行 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社交沟通诉求 剧情中 静香明明知道大雄用特质相机拍的照片是假的 但她还是很开心 现实中也是如此 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 为了各种诉求疯狂下 在这类软件修改照片 剧情中出现的特殊摄像功能 与上面提到的唯一一个 并不接近 比如三打印技术 在当前科技水平下 已经成功应用于社会生活 可以强行交友的道具 现在已经是社交软件的雏形了 如果朋友圈这个概念 不是微信第一次引入 而是在多幻梦的剧情中出现过 估计很多人都不信 其实这种扩大传播范围的神奇情节 其实是在剧情中出现的 也叫朋友圈 这样做的原因是多幻 梦为了和一只小猫交朋友而使用这种道具 只要圈子里出现其他人物和朋友圈用户 两个人就会成为好朋友 后来大熊也用这个道具泡妞 结果弄巧成桌 从功能上看 这个道具已经具备了现在社交软件的雏形下图 当然 现实中的社交软件并不像多辣梦剧情中那样命运多舛 可以强制指定人物成为其好友 现实中如果有这项技术 相信使用社交软件的朋友会在梦中笑醒 个人批评 微信朋友圈的推出 可能也是受到多浪漫的内容启发 各种处理家庭事务的机器人 现实中的扫地机器人 为了解放人类的双手 有很多机器人可以帮助大熊一家处理日常事务 变形的例子就是扫地机器人下图漫画图式的设计 可以说是和现在零行的扫地机器人的外观非常相似 当然 从使用效果来看 剧情并没有现实中那么方便 但能长期有这种用机器 代替家庭成员 完成日常家务服务的想法 已经很不错了 通关人类社会的发展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技术或概念 都是通过那些看似光大离奇的想法实现的 想象能力是人类社会技术 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不可过去的要素 从了上面提到的例子 多感梦中的很多工发道具 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 已经在现实社会的不同领域发挥了作用 最后总结一下 莫拉梦玩道具的功能随着时间的飞翼提升了很多 如今已经在普通人的日常 生活中流行 上面提到的专用摄像头 朋友圈 导致机器人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分析不到位置天亮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 chat 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